沙門大學醫學院副院長 也是沙門大學醫院院長 他也是沙門大學醫學院的器官 以及研究室的主任所長 齊教授除了很多基礎研究以外 他也參與超過五百個器官 以及其中包括一百多個破體的腎臟遺跡 所以他長的規定就是 腎臟疾病預防及腎臟遺跡 有請齊教授 謝謝主持人 我自我簡單介紹一下 在瑞典隆大學馬爾諾醫院的器官醫治中心 工作了很多年 這是北歐 我06點才回到沙門大學 這是應該是丹麥和瑞典交界的地方 這個地方你看大學醫院很多 科學園區也很多 這個地方被評為叫厄勒地區中文教 是應該說全球最好的會議中心 還有生物醫學各個方面都比較發握的地方 隆德大學三百多年的歷史 曾經有七八位諾貝爾獎獲得 我居住的城市是在第三大城市 這是應該說目前我們在歐洲最好的實驗室 這裡邊的器官移植裡面 我簡單地回顧一下 這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90年 因為他是做了第一例的同種一體移植 這個同種一體移植的成功 主要還是因為他們是同卵雙生 這個在臨床移植成功 因為器官移植之所以能夠成功 有幾個里程碑 一個是血管外科的發展 還有血管網核 還有那個器官灌注液的保存 那個能夠使器官保存時間長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免疫問題的科夫 在移植免疫領域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六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所以說器官移植 什麼時候器官移植呢 就是器官衰竭了 因為剛才我聽了我們那個王院長講了 也講了癌症 這個各位呢 今天也講了很多的疑難雜症 今天我講的是更絕對病 就是器官衰竭 衰竭了怎麼辦 山城水晶 一無路 柳暗花明 腎移植 或者是 如果是尿毒上是腎移植 那要是肝臟衰竭呢 那還就肝移植 我們那個鎮宇教授也在這裡面 他們主要是搞肝移植 這個在 這個醫生很聰明 就這位同卵 雙生的兄弟 能不能做器官移植 他先貼了一塊皮膚 互相交換了一塊皮膚 一看沒有排斥 然後 在那個時候 當時人們還對MHC 還沒有特別明確的認識 做了這個手術 成功了 在器官移植裡邊 因為今天我重點地講的是 一會兒你們就知道了 主要還是器官的短缺問題 器官的短缺問題 在同種移植 現在我們臨床上所做的 比如說 屍體的器官也好 或者 腦死亡的器官也好 但是 器官來源是非常短缺的 首先 在這裡面 我大概用三、四分鐘的時間 講一下 關於器官的排斥問題 就同種移植 阿羅伯爾夫 這個是怎麼排斥的 MHC在人類表現主要是 HLA HLA HLA在人 現在研究的已經 比較明白了 比如說 它是位於 什麼位置 是在 應該是在 第六對 染色體的短壁上 它對這個基因位點 人們搞得很清楚 所以說 臨床腎移植 需要做T cell typing 做 那個 組織配型 這個裡邊 剛才這張圖呢 就是 主要是 我想 簡單的用幾個卡通圖 說一說 器官到底是怎麼排斥的 怎麼排斥的 有一個 第一個問題 就是APC 抗原提升氣泡 和T性泡之間 有很多的通路 目前未止的話 這個通路 嚴重得很明白了 所以說 在 阿羅伯爾夫 就是 同種器官移植裡面 急性抗排液問題 很多問題已經解決了 但是慢性排斥問題 還沒有解決 所以說現在很多 單空抗體 我這裡就不細細講了 這裡邊有 你比如說 第一線號傳導 還有 第二線號傳導 以及 那個 這個 第三通路的傳導 人們都很清楚 而且臨床都有藥 所以這個 在分子水平 這個 我就 不用太詳細說了 因為大家不是搞這個專業的 要是要給它搞清楚 還挺費勁 但這裡面我簡單說一下 你比如說 抗一T車細胞 APC 和這個T細胞 這個到底是怎麼排斥的 這個 咱們看一下 這個是T細胞 T腐性細胞 B細胞 通過 細胞因子 通過 抗體 然後作用一把器官 主要是還是細胞介道 這阿羅伯爾福利別 這個是回顧一下 我們瑞典這個中心 從 七十年代到 二十一世紀 你看看 整個的器官移植 五年的生存率 現在是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這個已經 把 臨床的腎移植也好 肝移植也好 作為臨床的常規手術了 這個在歐美 因為它的器官來源 比較沒有好一些 有腦死亡法 當然現在 像香港 台灣 這個做的也挺好 大陸的腦死亡法 還沒有通過 這個 但是臨床的排斥體 已經都解決了很多 這是 肾移植的時候 是把它放在恰窩 這是 血管吻合 當然這個血管吻合 現在已經不難了 難的就是 今天我們 尹教授講的 那個 肝臟移植 活體肝 尤其是劈裂肝的時候 需要顯示外科 需要把那些 血管 那個 吻合好 這個是 我的導師 是他 目前在咱們 全世界的器官移植裡邊 他腎移植是 做得很好的 我們在紐营蘭正的Medicine 已經發了三四篇的文章 我們的好多經驗 抗排治療的經驗 已經寫入教科書 我兩個 同時編的一本書 那就是咱們 活體肾移植的指南 也已經在 被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用了 這個是 這個我就不講了 因為上午那個 我們 鎮宇教授已經都講過了 這是 大概 目前 這個臨床的器官移植 但是 這裡面我簡單說一下 一線移植呢 美國有些中心 像亞特蘭大 還有一些地方還做 但是最後的 這個外科問題很多 所以現在人們逐漸的 加拿大的 埃德姆敦方案 成為可能以後 就是 臨床的胰島細胞 逐漸的代替了 一線的移植 這是 角膜移植 皮膚移植 以及 臨床的骨髓移植 治療白血病 所以 這個胰島移植 我在這裡面簡單說一下 為什麼 待一口 我要跟你講 現在糖尿病的病人很多 糖尿病病人很多 這個胰島啊 埃德姆敦方案的話 也是三四個 供體 才 夠給一個受體器移植 不用說三四個供體 你現在在臨床找 阿羅格拉夫的話 一個供體 都很困難 都很困難 但這種方法 是個很好的方法 比如說 把 胰島分離提寸以後 移植到 這個 門脈系統 這是在電腱下 看見 一道 移植到門脈系統 然後它 昭腸在肝臟裡面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這個是 這是 就是 我們寫的這個 活動生意識呢 我估計你們在 可能澳門這 他們在網上也都當中了下來 現在已經被引用了 和下載了將近四萬次 我也把它寫成中英文了 因為我當時我就講 我們不光是兩岸四地 中國人 就是都能看懂中文 實際上在北美 包括澳洲 搞器官移植的醫生也好 或者這些搞研究的也好 很多人還能看懂中文 這個是 我06年回國以後 那個 我們的導師也跟我來了 當時也想 在國內 把器官移植大幹一場 但是06年 中國對話 器官移植就開始整頓了 因為原來的市場 非常混亂 這個 大家也都聽說過 這個是咱們 當時呢 報導的一篇文章 當時報導了以後 美國人看出問題了 包括西方很多人看出問題了 說你們中國沒有鬧死亡法 一年做了這麼多利點 心臟移植 腎臟移植 這供體是哪來的 所以說從06年開始 中國大陸已經下的決心 去爭取不用這個犯人器官 咱們大多數還是犯人器官 因為這個是 在這裡面咱們都不是外人 我可以講 但是這幾年 我們做得很好 就是在我們 黃金副部長的帶領下 全國 把原來的600多個大陸 可以做器官移植 現在只有163家可以做 而且 盡量 不用這個犯人器官 為什麼說盡量 你比如說肝衰竭的病人 如果你沒有鬧死亡法的時候 捐腺器官又很少 因為中國人這種傳統啊 不用說是捐腺器官 作為移植 就是我們解剖 作為尸體解剖的話 病例解剖 人們捐器官的很少 很少 這個是困難 不然的話 腎移植呢 我們可以等待 可以用這個人工身等待 但肝衰竭沒有辦法 所以說 這個問題還是 急待解決 但是還得一步一步來 但是最近呢 有一篇文章 就是2011年 一篇文章 就指責了 說對 如果中國才用這個犯人器官的話 他們實行三步 就是 不交流 不發表你的文章 不培訓你的醫生 不培訓你的醫生 但後來我也好多朋友 也跟我講 說對 你寫一篇文章 讓咱們狂部長在後面 守個名 我們也去反駁他一下 就是說 闡述一下 中國這近五年來 在器官移植方面 我們立了很多的法 做了很多的工作 後來這個工作 我們沒有做 我說不要緊 我們會以實際行動 去駁斥他們就可以 但有一點 我們必須要考慮 也是14億人口的一個大國 很多的這個法律方面的問題 並不是醫生能夠解決的 但是我堅決反對 還應用這個犯人器官 另外的話 我作為一個醫生 我也反對死刑 但沒有辦法 即使美國這麼發達的國家 他死刑還是沒有取消 這是由於歷史的因素所決定的 這個重大疾病的導致的器官衰竭問題 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的一個 重大的社會問題 所以我回國這幾年 我也考察了很多事情 我作為咱們國務院的 就是那個僑辦海外專家諮詢委員 也給中央政府建議過 所以最近我還很幸運 拿到了一個大的課題 就是說在醫種方面 我作為一個首席科學家 973 就是國家重大基礎項目的牽頭人 我們想大概利用15年的時間 把這個醫種移植應該有過突破 這個是我們和搞動物學的 比如說搞這個 在這裡面因為涉及了很多機密 我就不詳細講 就是和動物學的搞 就是將來我們還是想用豬的情況 和領長類 領長類我們想搞這種欠和呀 搞這種移植 這個不是說幻想 美國的彼斯堡最近發表一個篇文章 他們把豬的細胞 這個不是一般的豬 就是把Gail或者Alpha23半乳糖甘梅 這個去掉敲掉以後 再把吸三部體的一些基因 Knock down或者Knock out 現在做的這個 就這個細胞 豬的細胞 可以在領長類 成活超過一年 比如說胰島細胞 乾燥細胞 還有包括角膜 神經元細胞 在領長類可以成活超過一年 這樣的話我們將來還是想把 把器官要用 為啥用器官 我給你幾個數字 一會兒你可以看到 看一看 這是全球這個每年死亡的病人 其實在這裡邊 死亡的病人裡邊很多 你像這個肝衰竭呀 還有包括這個心臟病 好多都可以做心患移植的 另外最近這幾年 尤其是中國大陸 就是這個糖尿病的病人 越來越多 為啥 中國人自古以來 吃這個素食比較多 或者是就沒有 飯就沒有吃過太飽 真是這樣 但改革開放這三十年 應該說中國人的生活改善了 所以糖尿病病人越來越多 我們應該說糖尿病的比例的話 僅次於這個什麼 印度 將近有一兩個億的人的血糖不正常 血糖不正常 當然這裡邊 如果講腎臟病的預防 腎臟病的預防和別的病不一樣 就是沒有什麼先兆 來了一查尿毒症 好多是這樣 什麼原因 有的長期的高血案不知道 有的人有二型糖尿病 到哪個院去檢查的時候 往往測的是空腹血糖 也不知道是糖尿病 所以好多人到醫院去查完了以後 才知道 尿毒症了 所以腎臟病得預防 腎臟病 因為好多的腎藥瘤性 腎病 導致的慢性肾炎 那些病院 病因不清楚 如果誰能講說我能可以防止這些尿毒症 那是瞎說 因為好多免疫方面的問題不清楚 但是有些問題應該作為這個預防還是可以的 比如高血壓 你超過40以上的人 經常量一量血壓 血糖的檢查 不光查一個空腹血糖 你查一個 餐後半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以後這個血糖 糖奈量試驗做一下 你就知道有沒有糖尿病 或二項糖尿病 這個好多國內的醫院 我建議他們了 前一些年 好多查一個空腹血糖 一個血糖正常 這個人就高枕無憂了 說我血糖正常 那空腹血糖 糖尿病的病人 空腹的時候 他血糖也正常 是不是 這個是 你看一看 這個每年需要 能夠真正移植上的器官的病人 大概 才不到百分之一 不到百分之一 所以說 同種器官不夠用 可不可以把豬的器官移植給人 剛才我講了 應該說是 可以的 可以的 這個是未來 不是幻想 咱們由於這個 DNA 包括 DNA的發現 包括這些年 DNA測序的問題 好多東西 我小的時候看過 科學幻想 說 蒼蠅的基因和大象 能不能夠雜交 那是科學幻想 我看過這些東西 但未來 絕對不是夢 所以說我們這個器官 我到了2006年 到了下面大學以後 成立這個器官移植眼鏡所 我就把幾個移植放在一起 器官移植 胚胎移植 和細胞核移植 這幾個技術放在一起 經過五年 我們應該還是 有一點結果 有一點證明 這個是 目前在全球 搞科隆動物的 三分之一 是出自於中國人 一大半 是出自於 我們東北的 一所很好的學校 就是 東北農業大學 有一個秦教授 他培養出來 N多個 搞科隆技術的人 在全球 在你要提這個人 大家都認識 當然這個器官移植 一種器官移植 面臨的障礙也是非常多 比如說雞排的問題 體驗免疫參與 這個東西 我們都逐漸能夠解決了 能夠解決 但他這個 比如說寧血的問題 像他最近發表的文章 我看了 也是在解決 在解決 這個是寧血因子 這個我就不詳細他們 不詳細他們 所以最近 這個是應該說前一兩個月 有一篇 在Lincense 在《刘月道》雜誌上 有一篇 這個 很好的文章 他就講了 他說 clinical syndrome transplantation the next medical revolution 所以說這個 應該說能給人類帶來曙光 帶來曙光 可以吧 後來我也是 說服了很多人 我說你這個 這個豬啊 基因改良 再改良的話 就是肥豬 變成一個瘦肉型豬 增值不多少 你比如說 有的人把什麼 各種人工骨 我覺得如果在基因上 做好文章的話 那豬的骨頭 將來對人類的修復的話 那可能最便宜的東西 基建 組織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 移島 移島 咱們好像澳洲那邊 也在做 這個capsule 就是用這個 威囊的移島 直接給用給人 沒有大的問題 這個數據我就不講了 因為這個文章 是最近才發表的 最近才發表的 所以說 in future 在未來 就single transplantation 應該是安全的 也是不久就能夠實現 不久 這是我們器官移植研究所呢 目前所搞的這些小動物 還有大動物的這些器官移植模型 同時呢 在移植免疫 在細胞移植方面 還有藥學 把stem cell 就是幹細胞方面 我們也都結合起來 這兩天還是做了一些工作 做了一些工作 當然呢 就是在幹細胞領域的器官克羅 大家也都在做 所以說幾個問題 一個是在 總器之間的這種欠核 還有在器官克羅 在幹細胞方面 比如說 尤其是在那個4倍體 iPS4倍體 人們都已經克羅出動物 克羅出器官 也是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在這裡面 我覺得這個 我們這個基金會啊 所支持的那個中藥 這個中醫中藥 我覺得是正確的 實際上我可以給你講個 用一分鐘給你講一個故事 中藥對於人類 真是有美大的貢獻 比如說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在世界公認的 比如說那個P霜 如果按照西方人的理念的話 P霜不會用於臨床 那會用於臨床嗎 但是用以讀公讀法 我們70年代 在我的母校哈爾濱英科大學 我們有一個中醫系的張老師 當時他就用P霜 治療個性腫瘤 尤其是治療白血病 這是經過了30多年 現在全世界才承認 包括FDA 美國的FDA也通過了 他治療急性掃油力 效果非常好 藥也非常便宜 有很多人用了這個藥以後 多少年還健在 這是中醫藥學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這個我回國了以後呢 還做了一個板蘭根 板蘭根我們提煉出單體 而且這個單體在 不光是在抗腫瘤方面有作用 在這個免疫方面 免疫之方面作用也很好 也作用也很好 這個裏面我們也都取得了國家專利 這個是我的研究所的發展這幾點 這是簡單的說一下 這個核移植技術 核移植技術 就是這個在細胞核內 通過這個把細胞核的一些 比如說兩個種系之間都可以 進行這個核移植 IPS這個應該說我們 中科院洞所有一位專家 在這方面 比如說英國的愛丁堡大學 他科隆出了刀裂羊 我們科隆出了鼠 小鼠 大鼠 這個是我在那個 這個是在這個 近年來呢 就是 美國的一些實驗室 他科隆出這個 那個的什麼 就是心臟 小鼠的心臟 因為這個是在 摩托華會議的時候 他們展示了 當時還不讓拍照 也不讓錄像 我在他之前的幾個月的話 我們是 也是用了那個羊的血管 再加上人的幹細胞 也製作出來這種人工血管 因為這個在臨床上 這個人工血管還是 比較需要的 這個是 未來的我們所 這幾個方向 這幾個方向 這是我的研究所 大概現在還有八個博士 有十幾個措施 這是美麗的下面大學 所以說在這裡邊呢 我還簡單說一下 下面大學 90多年的歷史 是陳家庚建的 我們醫學院呢 在中國有特色 中西醫 你看我們兩個副院長 一個是搞西醫的 是搞中醫的 你看看別的地方 哪有醫學院 中西醫都有 但是我們這種中西醫也好 這是兩個系統 或者兩個大的學科也好 如果能夠這種 跨學科的交融 肯定能夠碰撞出火花 像今天 這次論壇 兩岸四地的 各位酸家 以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視角 這樣的切磋 肯定會 能夠 出很多新的東西 很多新的東西 所以說在這裡邊 再次感謝基金會 組織這些事論壇 感謝澳門的這些朋友們 對我們的熱情 我應該說在1999年 澳門回歸的時候 當時我還是在瑞典工作 當醫師醫生 當時領館給我一個任務 讓我宣傳澳門回歸 當時我在瑞典全國 舉行了一次圖片展 所以我對澳門的回歸 還做出了微博的貢獻 好 謝謝 謝謝